哈囉L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徐瑋寧 我是11月的封面人物 我推薦的三個片單 第一個是日本電影《魔幻時刻》 然後第二個是《西區考克》的後窗 第三個是《不夠善良的我們》 《魔幻時刻》是一個清喜劇 在訴說關於演員這個行業的很多很荒謬的行徑 然後有他的黑色幽默在 所以在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呢 會有一種很放鬆 然後會跟著劇中角色的人物一起緊張 然後他的那個氛圍堆疊非常的好 第二個呢剛剛推薦的《後窗》 它有一點像是舞台劇的形式 整個基本架構就是鏡頭設在那邊 然後所有的就是對面的整棟大樓 它的不同樓層發生了一些謀殺案 然後它是推理劇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它的運鏡 然後還有所有的人物表演 還有它的鏡頭概念 第三個《不夠善良的我們》 我很推薦的原因是 因為它等於是在探討善良這個議題 到底我們人性中有絕對的惡還是絕對的善 還是其實我們只是不夠善良 所以我覺得這幾部電影或劇 看起來都可以有部一樣的自己返廚跟沉澱的余韻 就是像我在台上講的 因為這部片子真的 我覺得它和它的它其實我們在拍的當下真的不好拍 然後再加上它是一個結構性非常複雜的故事 它想要呈現的是一種解離的人生 然後還有AB不同的時空 所以可以拿下這個獎項 真的真的後面有太多工作人員的努力 也很謝謝它和它的它很多觀眾喜歡 那還沒有看過或者是想要再看一遍 或者是想要複習我們之前的這些人物的走向跟故事 然後還有我們探討的議題的話 請大家還是可以多多支持它和它的它 Out of Taiwan 我們下次見